731一个刻在中国基因里的数字 它就如同你吃饭喝水一样 是个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但你知道731的下场如何吗 你知道731创始人石井四郎 出现在了抗美援朝 对付我们志愿军吗 你听说过两年前新冠一史 全球对美国得特里克堡的声讨吗 随着二战日本投降 731这支人神共奋的部队 诸了九族都不为过的一群败类 却没有受到惩罚 这一切都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爹 麦卡瑟 日本有个地儿叫镰仓 1947年 麦卡瑟在镰仓的一个小酒馆内 和石井四郎达成了一致 并落实到书面之上 麦卡瑟负责保护 以石井四郎为首的一批日本细菌战犯 石井四郎把731取得的数据 贡献给美军使用 并帮助美国建立专业的实验室 要说麦卡瑟怎么认识的石井四郎 这事还得往前说 最早麦卡瑟的职位是驻菲律宾总司令 然后日本打过去以后 他灰溜溜的跑路了 临走前抢了灰太郎一句名言 我还会再回来的 两年后 他的确兑现了诺言 重新打回了菲律宾 成为了菲律宾太上皇 授封菲律宾元帅头衔 这可给他捧上天了 美国没有元帅这个头衔 于是他特意定做了一顶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元帅帽子 这顶帽子和他的金眼斗 成为了形影不离的装逼神器 一年后 两颗大蘑菇种在了日本大地上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麦卡瑟作为盟国代表去签字 然后他就在日本开始作为作福 当起了日本太上皇 后来便有了刚才咱们说的 联舱酒馆内签署的联舱协议 1951年年初 麦卡瑟在朝鲜战场 还是一把手的时候 他就邀请石井四郎 在战俘营内 做过小范围的生化实验 后来麦卡瑟被美国调离了朝鲜 但石井四郎的实验并没有离开 时间来到1951年11月 联合国军的陆军被志愿军在陆地上打服了 他们的空军在米格走廊 被我空军打怕了 他们的绞杀战也没有取得任何实际价值 尬在了原地 同月更尴尬的事情传到了白宫 朝鲜战场上 所有兵重都在催联合国军 赶紧加大兵力投入 美国的军费也一再要求提高预算 同时他们的情报说 志愿军那边正在开展精兵减证 降预算的活动 中央军委已经通过了明年起从朝鲜撤回20万大军的安排 同时全国范围内 军人从627万缩编到341万 军费预算由占比全年的55%降到32% 用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发展国内建设 这你感信 世界军事龙头老大 纠集了世界排行榜上的17个大佬 打一个刚复活的小龙崽子 结果自己越打越废 龙崽子越打越肥 这种情况下 美军不齿地开始使用生化武器 其范围不仅涵盖了几乎整个北朝鲜西部地区 同时在我国东北 哈尔滨 长春 四平 沈阳 锦州 葫芦岛 甚至在青岛一线都发现了细菌战的证据 最初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在寒冷的冬天 茫茫大雪之中 竟然有很多苍蝇和蚊子 这时我们才后知后觉地联想起 近期大批战士 闹力疾 伤寒 天花等传染病 可能背后并不是天灾 于是国内紧急派出医疗组和相关专家 一查 问题全暴露了 北朝鲜爆发了绝迹很久的鼠疫 在北朝鲜 以至我国境内 发现了带同样病毒的毒蜘蛛 老鼠 蟋蟀 苍蝇 蚊子 等病原动物 而当时是零下十多度 这些动物是不可能在这种季节出现的 我们就此问题要求美军给个解释 美军的说法 大家猜也猜得到 就是一问三不知 正在我们搜集证据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 直接证实了此事 张文荣在第五次战役 180师被敌人包围 我军宣告180突围失败的时候 他是180师的一个牌掌 在180事件中 他被敌人俘虏 在战俘营内 依靠黄浦生的身份 很快被老蒋派来的特务注意到 经过半年的培训 他在敌人特务眼中 是一名合格的特务了 美军给他和另外四人 重新穿上了志愿军军装 计划把他们空投到我后方 执行特务行动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架C46运输机 飞到了我军后方上空 张文荣跳出机舱的一瞬间 抢过随行押运的美军的手雷 扔回到了机舱内 一声爆炸 炸毁了一架敌机 那联合国军相关人员 也发表过关联信息 当然是事后发表的 事发时兜装不知道 日本说美国疑心生暗鬼 早在中国发现细菌战以前 联合国军就下令 所有战士进行CBR防护训练 至于为什么进行这种训练 他们给大兵的解释是 中国可能会发起生化战 美国空军也表示 多次大量出现过 投掷炸弹并没有爆炸的情况 当询问这是为啥的时候 高层给的答复是 执行保密任务 投掷的是哑弹 后来想想 简直是个笑话 英国有一本《归来的幽灵》 明确地介绍了 美军在朝鲜用俘虏 做细菌实验的过程 不过没办法 当时没人愿意站队我们这边 没人敢出来给我们作证 后来在苏联的介入下 世卫组织红十字会等多部门 多支媒体的公正下 完全证实 这就是美军有预谋发起的细菌战 但他们还是老套路 不是我 我不知道 细菌战后来完全是靠 我们自己的卫生部门解决的 建立传染病专科医院 注射疫苗 开展灭虫运动 很快 敌人的这场阴谋再次破产 他们千方百计都用了 没有任何作用 于是又回到了陆地上 想在前线展开一场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聊一下 这一年白宫上演的宫斗戏 把上干岭的背景时代 完全交代清楚